嗨 大家好 我是湯好 叫我湯好就可以了 現在等一下投影片了 因為正在過場之間 就是不知道幹嘛我就先唱個歌好了 我難過的是放棄 放棄愛放棄的夢被打碎 忍住被愛 對 因為其實我想跟他唱 對 爭取的力量 因為請教兩分鐘大家上來 可能不知道講什麼 那不知道講什麼 其實我覺得你就唱個歌嘛對不對 讓大家對你有點印象 對 我覺得這是展現個人特色 你要有自信有一個表現 那我就是湯好 然後我在去年六月呢 從成大企管系畢業 那我在大師的時候 我進入了第九屆的微軟時期 我是在Lugos Team擔任Promotant 就是產品推廣的一個職務 那我在去年六月的時候 就同時從福大跟微軟都畢業 那畢業之後 因為我的一些個人工作 就是我過瘦 然後所以就是免疫 然後就是比較尷尬 因為其實女生沒有太羨慕 我腸胃不是很好 對 所以就是我在兩個月內 我就因為我知道自己的人格特質 其實喜歡個人相處 所以我知道我要走業務這一塊 所以當初我在微軟時期的時候 我發現我做產品推廣啊 我很喜歡跟第一線的消費者聊天 對 我知道說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跟人接觸 所以我知道業務這一塊 真的是非常適合我的一個 然後我在益蘭資訊裡面 益蘭資訊其實就在歇一安和站附近 所以這個算是我的地盤 那益蘭資訊其實有兩塊核心的技術 第一個就是巨量資料的修學 第二個就是語意分析的技術 那這兩塊技術結合起來呢 我們有開發一個叫做 OPVUE社群無關口菲平台的一個 無關的服務 租領服務 那這個服務就是可以透過網友們 他們在網路上有一些PO文的那個文字 我們可以去做Data mining 我們去抓出一些關鍵字 抓出一些對於消費者 一些很重要的隱性的insight 那我賣的就是這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呢 就有很多企業客戶啊 E2C的企業客戶 他們會想要知道說 欸消費者 他們在討論 比方說賣跑錢的時候 他們會想到是買一個平台 這是一個新戰地的問題 那我們就發現 其實像是一般跑錢來講 很多消費者都一直到Nike 那像是金融產業 比方說 欸民眾他們在爛信用牌 他們最重視什麼東西 那我們發現 原來是電影的優惠 那其實很多我們的那個客戶呢 他們買我們的這個 租賃我們的這個 魚端口菲平台 他們最希望的就是 能夠綁架 你們消費者的口中 那個四位小豬肉 對 所以其實我賣的就是這個 魚端的服務 那我一開始進去呢 其實我是做業務 那我們公司 除了剛剛我覺得 那兩項技術非常厲害之外呢 我們公司幫我們掛抬頭的那個技術也很厲害 對 因為其實我是業務 但他們掛了一個行銷屏 其實聽起來很有質感的抬頭 對 然後後來在今年四月 還幫我掛上主任的抬頭 那因為其實 我前兩個月還蠻享受就是 因為行銷屏其實跟主任 我們有兩張影片 那就是 我在換新影片的時候 我跟第一個我朋友說 欸你好 就是不在越南資訊 然後別人看到我就說 欸主任欸超屌 那我就前兩個月很享受這樣的一個頭銜 那後來其實 其實到後兩個月 其實我很非常誠實 我就會跟你說 欸好啦其實現在公司 新鮮的節目都會掛主任 對 然後他們就有點失落這樣子 那因為其實 誠實是我的人格特質 對 我會希望就是有頭銜掛在我身上 我希望能夠展現的就是 其實最真誠的自己 就是喜歡更能接觸這一塊 對 那這後面也會講到說 我的業績表現 對 因為其實跟我人格特質有關 然後再來就是 我現在是在年齡期間 因為其實我自己家裡是開公司 那因為我在 依然資訊的時候 因為其實業績壓力真的很大 然後有一些個人因素 然後再加上 因為家裡開公司嘛 然後爸媽也覺得說 他們想要退休 因為他們是白人起家 那我覺得說 欸是不是我應該要轉換跑道一下 回來開始進行家業 那所以我現在就是在年齡企業擔任 那個國內業務 對 那因為其實你會看到說 我今天分享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欸其實我也是去年才從那個 大學畢業的一個社會新鮮人 那我是今天能有這樣的一個榮幸 能夠在這邊做分享 對 那其實就是裡面已經有一些轉變點 那我想要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因為其實你們可以看到說 在2013年之前 我沒有什麼東西好奇的 因為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 也沒有參加社團 然後也沒有打過勾 對 我是因為我在大三的時候 我聽了微軟的一場演講 我就覺得說 欸我大四只要畢業分去發表完 好像還蠻空閒的 我希望 我不希望我的大學的人生 就只是等待著畢業 我希望能夠幫自己的履歷加一些分數 所以我就聽了微軟實習的演講 然後我就很衝動的去報名 對 這是我做了一個人生最重要的選擇 那我在裡面就是因為有些收穫 所以我今天才有這個榮幸 可以在這邊做分享 嗯 那我這邊有那個 有一個我的座右名 就是膽大心細 那我自己的解讀呢 就是做事情要果斷 要大方 但是你要非常的細心 所以這個就送給大家 下一頁 那其實我這邊也有個價值觀 可以跟大家分享 人生就是一連串的選擇 那我這邊分享兩個 我聽過很棒的選擇給大家 我在那個虎大的學妹 她在演出了後天文章 就是她送了她自己的20歲的生意禮物 就是選擇簽下了器官捐贈的同義書 然後我就想說 欸 原來20歲你做了這個決定 你掌握了你身體的自主權 然後你還一按人間 那個回饋他人 就是我覺得這個選擇其實非常棒 然後第二個選擇就是最近 是最近的新聞 就是那個蘋果的執行長庫克 他選擇公開承認他是同志的身份 然後他還說了一段 我覺得非常讚賞的話 他說 如果身為一個蘋果的執行長 公開出櫃 能夠幫助那些在出櫃與否之間 掙扎的人們 或者是能夠帶給那些寂寞的人們 好受一些 那這值得用我的隱私來做交換 欸我覺得超有gas 對 雖然我不是gay 但是如果認同他就更加速 OK 好 那我只想要告訴大家 人生是一連串的選擇 就是你選擇了什麼 就代表你會做怎樣的人生 好 那像今天其實我也覺得 你們就是在一個黃金的週末 你們沒有選擇跟朋友吃飯 沒有跟家人聚餐 你們來這邊聽了焦點的分享 那其實我覺得你們也做了一個 非常正確的選擇 所以今天我也會用我真心的分享 來跟大家做交換 OK 那不要忘記 11月29號你們也要做出你們非常正確的選擇 OK 那投誰就是心照不宣 OK 好 那我做了什麼選擇呢 下一頁 在 我做的選擇就是 大學秘率 跟錄取率只有三塊的微軟實習 我要選哪一個 那我先稍微簡單的說明一下 大學秘率是在2012年的6月中 有預計要舉行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在那個微軟實習這邊 知道說2012年的6月 要進行一些植物上的交接 但實際上其實微軟實習 他們在2012年3月已經開始做投履歷 然後跟三階段面積的爭取了一個階段 所以其實我那個時候已經想到說 6月中可能會卡到這兩個 所以我只能選擇其中一個 那我今天就要問各位了 如果我今天換作是你 你會選擇要去大學秘率 還是去微軟實習 會選擇大學秘率的舉手 欸很好 我欣賞你這種人 對 因為其實 你會去大學秘率 而且你很敢表達你真實的想法 代表說 其實你是一個重視有情的人 而且你是懂得及時享樂 那不選擇去微軟實習的舉手 其實去澳門也可以好不好 好 那我今天再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今天 如果你選擇了要去微軟實習 我要問你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覺得你有什麼能力 可以進的兩步舉例 只有3%的微軟實習 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如果沒上呢 沒上就兩頭空欸 你鼻子就沒有玩到 然後你實習也沒有 然後你會對你的人生 非常的 非常的 沒有方向 那這個時候 沒有什麼後備之路 那這個時候 當我面臨這兩個選擇 其實 我現在想起來 當初有點莽撞 因為那個時候 我告訴自己 我非常不可 那我採取了這樣的一個決心之後 其實我採取了非常多的行動 就是其實我在整個準備 面試履歷的時候 其實我是用一個很創意的履歷 來包裝自己 所以那個時候 面試我的人資主管 他在第一第二階段 他就已經決定要錄取我了 所以在第三階段的時候 其實雖然我表現有點失常 對我本來是表現有點誇張 然後之外 你們不是很喜歡 但是他們最後還是錄取了我 是因為我遇到的那個人資主管 他真的是我的會員這樣子 然後才會造就我今天能夠在這邊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對 那這個時候 我現在想起來 這個堵住實在是非常的大 所以就是 我人生中 做過最重要的一個選擇 就是進入微軟實習 那這個時候 我就要問大家 你們的人生中 有沒有堵過這一棒這樣子 對這裡你們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下一頁 那這個就是 因為其實實習 不會是我今天的重點 我今天重點只是講 也只是因為微軟實習 他真的改變了我 在整個人生的成長過程 他只是一個過程 不會是我最後的結果 所以我這邊還是簡單的帶過一下 那我在實習裡面 最重要的得到的三個收穫 我先簡單的定義一下實習生 其實實習生就是 在做正職的事情 可是你們是公讀生的情 那這個才對我覺得這是實話 但是今天問題就是 取決於你在實習 你希望你得到的是什麼東西 那我得到的最重要的三個東西 應該就是 我的人緣的存傑 因為其實在微軟實習裡面 就是一位輕慧的福祉嘛 有很多去長進 都非常厲害 都在大公司 對然後其實我們也會換很多 講座一起分享說 我們到底怎麼樣 往成功之路漫進 那裡面的記錄都是非常積極正確 就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很多對象 那再來就是 因為其實我在2011年 進去到微軟實習的時候 那個時候剛好遇到 Windows8的上市 那其實非常的幸運 那所以其實 身為一個產品推廣的職務 我們需要到很多展場 或者是很多展覽 資訊樂 或是TechBase 或者是春店展 我們需要去接觸 最低線的消費者 跟他們介紹 Windows8是什麼東西 所以其實我累積了很多 跟人接觸的經驗 跟消費者接觸的經驗 因為我超喜歡跟消費者聊天 對 所以其實我重點在 不是說 Windows8多好用 而是說 你用電腦有什麼樣的需求 其實我會通過聊天的方式 來覺得說 你哪些功能 其實可以介紹給他 可以帶給他哪些好處 對 所以其實什麼是草叙的方面 來做分享 對 就是我跟消費者的交流 其實不是一直炫耀 才能有多好 而是講說 東西可以帶給你什麼好處 對 然後再來就是專案 因為其實專案 就是 在我軟時期裡面 有很多真相實在的專案 比方說 像是一起來娃娃的 校園擺攤的活動 或者是說 我接了很多Windows8 APP的影片專案 那其實 因為剛剛有一位 跟著我的好朋友 烏鴉走掉 就是在Pewsearch的那一位 其實 我在裡面也出到一些 硬實力 就是剪接影片 對 所以其實 今天就算 哪一段講的不好聽 回去剪接一下 對 然後所以就是 我在專案裡面 其實我累積了非常多 我的影片作品 那這個其實 我就發現說 原來在我到時候 我要去求職 面試的時候 我有一些實際的作品 可以拿來做一些呈現 這其實對我來講 要自己累積一些作品實產的重要 可以帶給自己 對的一些價格 那剩下就是 其實真的好處說不完 所以我最後放了一個表情不好 對 那就是我們都在Wora時期 OK 好 下一頁 那從福大跟微軟畢業之後呢 我就面臨了 因為我剛好免疫嘛 就面臨了我要找什麼樣的工作 因為一般其實 我身邊很多朋友 他們在找工作 他們也非常的 沒有方向感 感覺也不知道說 到底這樣都是會適合自己 然後他們也非常的漂亮 就覺得說 一份工作好像很重要 好像薪水一定要很好 或者是說 一定好像要很有發展性 對 那其實這些想法都沒有做 那其實你們現在 可能才大三大四 或大一大二 那個都沒關係 就是如果你們對 未來的方向 其實OK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們要先認識自己 因為認識自己 才能知道說 自己有哪些人有特質 比方說我就是喜歡跟人交流啊 所以我知道我很適合做業務 如果像我 我就做行政助理 我沒辦法一整天面對一些文件 做一些探索的事情 這些我做不來 因為我覺得太無聊了 我沒辦法對人接觸 不過來說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就像魚 活在沒有水的那個洞見到 就是這樣子 好 那就下一頁 那這個時候就是 這個大家一定會面臨到 就是你會一定會到 那個人力資源網站去求職嘛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你就會開始填體力 然後你就會開始想說 你到底找工作要找怎麼樣 但是我還是要回歸到一個重點 就是你在找工作之前 你一定要先了解自己事 你到底喜歡說人接觸呢 還是說 其實在大學生活中 其實你發現 你有一些專長 其實很適合某項的工作 那你其實都OK 或者是說 比方說 我覺得 在大學裡面 你讀的科系 跟你問來從事的工作 到底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看 真的是看產業 那比方說 有些人大學 他是念資管系 他會寫一些程式 那你教一大工程師就很適合 那像我大學其實是念器管系 可是其實我從事的行業 資訊業 其實我面臨到的是 在整個器管系 不是需要做管理 那管理其實是跟人有關 對 那其實 所以像氣管系這種職務 這個科系 其實好像去從事哪個職務 都很OK 因為我們學得廣 學得不經 對 所以好像做什麼都可以 那其實發現 像我這種人 只要會說點話 然後從一些專業知識 欸其實我可以換得很好 對 那這個時候就是 你要學成天理地 然後先認識自己 好 下一頁 那這個就是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很棒的一句話叫做 你的價值取決於 你能夠解決多少的問題 那因為我身為業務 我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就是 幫公司賺錢 那所以這邊就是 我在每個今年四月 在藝蘭資訊 一個月 我就拿到兩張訂單 然後就是業績有達標 這兩張訂單 差不多就要採快 一百多萬 對 那我整個年度被公司設定的目標 我需要去賺六百萬 那可是我在一個月 我就賺一百萬 然後我到我離職前 就是今年的一月到八月 我已經幫公司賺了三百多萬 所以其實已經幾乎到達了一百 對 不過因為其實在這一行 因為資訊因為這個社群恐怖 在台灣這個產業 還沒有說這真的很成熟 但是其實一直有在發展 對 所以其實我要推廣這個產品 其實會有點難度 然後再加上很多企業呢 他們真的預算有限 但他們想法就很多 所以就是其實我們有接觸到很多 像是那個 尤其是公關產業 對 他們就見你的問題就是 OK 客戶需要你很多 需要公關業提供很多的想法 但是他們沒有錢 他們口袋不夠深 所以變成說就是 你要在有限的預算裡面 你要做出 對能夠買那個 按客戶滿意的一些服務 是其實有些難度 那我在怎麼推廣的過程之中 其實我也是 面臨到這個業績壓力很大 那就是下一頁 這是我們的主管 他就是每天呢 就是我們公司 文化很特別 他就是每天早上我們都會開程 會報告你 決定做兩些事情 你一路進步怎麼樣 那我們主管就是 他會緊迫盯人 因為其實我知道他一定有他上面的壓力 因為他上面還有財務長 財務長會聽他說 你要幫他賺錢 因為我們公司有五六十人 然後有很多RB 一整頭都RB 然後有業務部 行銷部跟人資部 所以其實我們公司 隨便算一下嘛 如果有五六十個人 一個人薪水 就算算 算三萬好好不好 因為其實有些人行情 絕對不只這樣 那就算我假設三萬 那五六十人 哇一百八十萬 也就是說如果業務部 一個月沒有幫公司 賺到兩百萬以上的話 公司就會開始虧損 因為一定有些成本在 所以我們業務最重要的目標就是 拿到客戶的訂單 拿到錢 對 這是非常現實的 那所以主管就會問我們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大家也可以思考 欸有沒有人說想要當業務的 可以舉手一下嗎 好沒關係 那這個就是老闆就會問我說 欸你打算怎麼來當他客戶 然後我就會認住 對因為其實我就要去想一些 一些計畫 但是這些計畫其實 想是一回事 實際執行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其實開發客戶 這個問題就算現在問我 我只能告訴你一些品牌 但是我沒辦法很完整的回答 然後還有你出事業績去多少 然後他每次問的時候 臉會笑笑的 但其實他會非常能給你壓力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裡面 其實真的是壓力非常大 然後身體還是弄得真的很不好 所以最後我覺得 我無法升任這邊工作 所以問一次 對 就是我還是撐了一整年啦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們年輕人在找工作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就是你的抗壓性一定要夠 對 像很多人上來做兩分鐘的自我介紹 你講會緊張 可是會緊張你要去克服他 所以就是很多人那個 三個外線字裡面都有提到 我叫做勇氣 然後勇敢 他就勇敢表現自己 其實就算你講得不好 沒關係 因為大家說說笑笑就會搞 對 好下一頁 然後再來我從那個一來 那個離職之後 然後就是 這是我學習到的一些東西 就是 我每天就是還是要訂單 你的業績是你 他要那個組織運作 因為其實業務部 就是一個公司的命脈 然後錢進來 錢進來之後呢 那你東西 你的產品一定要好 所以上面一定要有RDLX的控制 對 啊我們業務負責接單 他接單 比方說客戶他買了一個試料報告 那那樣本試料來自於網路的話 那試料來做報告 轉個行銷部 對 然後你就會知道說 整個公司的組織運作到底是怎麼樣 對 所以其實你進到一個企業裡面 你可以去觀察一個組織運作的生態 對 然後再來就是產業生態 因為像最近食安事件非常嚴重 之前啦 去年那段時間 就是 我們發現說 欸其實在整個食品業呢 他們會很想要知道說 欸這個食安事件 在網路上到底在一起多大的討論 那我們廠商是 那我們公司是受害者 那我的商業真的有受到很大的影響嗎 那消費者都在抱怨是什麼東西 就可以通過我們這個平台去挖掘 所以其實我們就會看到說 不同的產業 但其實他們的需求是不一樣的 比方說像是金融產業 他們就很想要知道說 欸客戶 買保險 或是買信用卡 那沒有為哪些抱怨 因為其實 他們在推廣這些保險業務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是虛擬的 那如果網路上有一些抱怨 我們知道其實他會 漸漸的影響到 他會等於一些消費決策 你可能看到哪一家的信用卡 可能又會不怎麼樣 你可能就不想辦 對 所以其實網路上的一些言論影響 都會漸漸的影響 你就會為了那個消費者的決策 對 就像你的買手機 那那隻手機可能 就是網友評價很長 你可能就不會買了 對 所以其實網路言論是很重要 好 然後等你進了社會之後 你會非常的希望 趕快到週末 因為平常上班真的非常的累 對 這是我很真心的一個體會 不管你做什麼行業 絕對都是有他的辛苦在 但是你的收穫就是 你希望能夠拿到錢嘛 然後再來就是你希望你將來 再過了三四年 你能夠在這產業有什麼樣的發展 對 其實你們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好 然後就是 我們身為一個業務 就是除了業績還是業績 不然都會下定家之類 好下業 那其實我從微軟時期嘛 從外商到本土 然後再回來進行家業 我的身分時轉變得很快 在兩年之內呢 我就從學生變時期生 然後又變成別人的員工 又變成自己家的員工 那可能之後又變總經理 對 就是其實聽起來好像 喔他好厲害的 我是小開 其實實際上不是這樣 對對對 那其實因為家族企業 我不是家族企業 就是我爸是總經理 我歌詞採購 看我什麼會的業務 所以就是 有一個狀況很好玩的 就是 在我們辦公室喊 欸湯先生 我們三個人都會回頭 對 或是客戶打電話來 我也慢慢找湯先生 然後 或是我機會 我就會稍微 逗取笑 欸 你要找老的 帥的還是矮的 然後一些客戶就會比較晚點 他說我想找帥的 那我就會說 就是我 之類的 因為其實 欸這個話不是亂講 我只想要看一下 欸這個卡過來的採購呢 那到底是怎樣的東西 因為如果可以接受開玩笑的 可能他在做事情上面 會有一些忍耐度 所以其實我會用話語之間 來分析這個人的東西 對 這其實也是我在跟人機介面 直接會去發行的一些小細節 OK 好 下面 那其實我們家 是名品企業 然後在賣的就是一些 電子引擎相關周邊 包括像是遊戲機台的按鈕 搖蓋 或者是投幣狗 LED 對這些東西其實 老實講 這些東西分開來看 你會覺得它很無聊 然後它組在一起 變成一個遊戲機台 可以帶給人們快樂 你只要花錢買快樂 對 其實好像聽起來 這個東西好像滿有利益的 對 像投籃機嘛對不對 投進去 哇你今天工作壓力很大 你知道你會有些失放 你就會去找這些遊戲機台 來那個出外的壓力 對 其實這個東西 欸其實好像還不錯 那為什麼我爸 他們當初會選擇這個產業呢 因為其實這種遊戲機台 他們台灣率非常的快 尤其在國外 像日本的那個Pasibo 可能一年就會有1萬台的需求 因為他們的挑戰率非常快 可能這個機種 新機台推出來 三個月不受歡迎就會換掉 那你換掉之後 你要再開發性的機台 那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零件呢 他們可能就會跟我們採買 就在他們的量體機上面 那如果這個東西 量體機上面 你測試OK 他們就會正式量產 然後上不到更多遊戲機的路 OK 那這個時候呢 我從原本的別人的員工 變成自己家的員工 我就會發現 員工都很準時下班 我們家政是那個 替補齊眼 早上9點上班 然後晚上5點半就可以下班 員工都非常準時 絕對不會超過多留5分鐘這樣子 對 那像我們自己 其實我很常加班 就很常加班到六七點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說 這是我自己的事業 我只要幫公司賺到訂單 就是幫我自己賺到錢 對 我就不會說 我好像在別的公司 我再怎麼清楚 我都是公司的錢嗎 對 我現在心態其實會轉化 為什麼我原本是一個受戶者 變成我們今天是主管 我覺得我心態有轉化 就是變成 你會從一個進行者的角度 去想說 欸為什麼 為什麼以前主管 要訂我這麼進行 其實是因為他背後 一定有些考量 一定都是錢上面的考量 對 如果公司你不能訂做 你就會虧錢 你虧錢的話 你就沒辦法付給員工的薪水 整個公司的營運就會有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這個 因為是小公司 我們只有9個人 然後就是我們做的事情 就非常的窄 因為其實大公司他們分工非常精細 但我以前在義覽 我只要負責拿電單 其他那個開發 或做報告都不關我們的事 但現在呢 我回到我們自己家 就是我們做過完的事情 就變成說 我從接訂單啊 然後到處理那個貨品的比較好 因為我們家這樣雜貨店 什麼東西都有賣 對 然後東西都要自己建料好 建完料好 我要自己去倉庫尋一下說 到底有沒有些東西 我們要出貨 然後我打出貨單 然後有一些很多的流程 這個事情做不完 因為這是小公司的一些秘密 但是沒辦法 可以培養我們一些個人能力 所以如果你覺得個人能力很強 那你可以接到小公司來提議一下 那如果覺得 你可以專心的 只能專心做某一件事情 你可以到大公司 因為大公司通常分心 那個 那個 植物上的那個 分配都會比較精細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其實我爸真的是好好的人 然後那些事情都會被員工欺負 因為我們員工真的都非常的賺 對 他們就是 尤其是國外業務 因為其實 我爸他不懂英文 然後有國外業務 寫什麼信 就是 客戶寫來英文的信件 我爸全部都看不懂 最多只能依靠國外業務 所以國外業務就覺得 欸沒有我你不行啊 然後那就很賺 對 然後其實就會對我爸那個 大小生 就對 對我爸還蠻不禮貌的 對 就覺得說 欸 就是我將來 我要變成可以取代你的人 我就不用再依靠你 沒有你會很差 對 我就是用這種心態來 逼自己努力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好 因為時間沒關係 就是創新 但我們這個產業其實創新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們一定要想出一些 新產品來開發 因為其實像遊戲市場 有點漸漸被行動的一些手遊取代 對 會被掛分掉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想說 到底怎麼樣才可以讓這個產業 有新的生命中心 那我們就要想出一些新產品 這個東西 這個孔大家都很熟悉到 你可能手機沒電也就會拿到插進去 就是充電 對 那這個東西如果安裝在這樣的遊戲機台 是不是可以吸引客戶 在比方說 吊娃娃機之前 停留更久 你就願意順便充電 然後就用一套更多的錢 然後來吊娃娃 對 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可以讓車禍充電 對 就是看說能不能把它留住 留得更久 對 其實這樣的概念 那就是創新呢 就是不管用在哪裡 不管用在哪一個產業 其實創新都很重要 因為東西要有新鮮度 才能創造更多的賞機 好 好 好 這個就是 我想要送給大家最後一句話 就是Action sticks louder than words 就是 行動 勝於高盤擴論 就是不管你 就是你聽了很多很厲害的人演講 但是重點就是 你學習到了什麼東西 那你要付諸於行動啊 對 就算你聽了一百場焦點 但是如果你沒有做一些事情 就是你的人生可能還是會跟你講 不會有什麼改變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行動 OK 那因為其實如果你仔細去分析這樣同一遍 你會覺得有點不對題 那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真的其實沒有關係 我只是想要醜料就是 我很會堆積木 就是我設計的台北101 因為其實我在工作之餘 我也會 剛好因為人脈的關係 有接觸到一些 那個積木設計產業 他們想要找外包的設計師 然後我們就幫忙設計台北101 可惜最後失敗了 所以想說還是拿來給大家獻醜一下 好 那以上呢就是我的分享 希望大家在掌播中的時候 能夠有所收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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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好 帶來的分享 我覺得在他的職場體驗中 讓大家可能 每個人聽到的重點不太一樣 但我個人是覺得 他提到一點是 站在客戶的角度 來幫他思考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不管是工作也好 或是友人交談也好 或是做朋友 等等都好 我覺得最重要是需要說 我們要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而不是以內的只是覺得 我好像我對你好 所以你應該知道我很好 這種概念 就是我們應該好好的去思考說 別人真正要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才能夠給他需要的服務 或是等等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觀念呢 在焦點 如果你常常跟新朋友認識到 其實我就可以在焦點 多多學習這樣子的想法 那接下來下一位 大家去我們的店 感謝大家去我們的 Guatemala 在哪一邊 我們有家開餐廳 家了 家了 自己那樣的 家的那家